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你们有可能是误解 我老婆做的饭油大不大我不敢保证 但是真的不咸 你们看我放了很多盐 其实不咸 其实我们家饭已经很淡了 我每次我老婆做饭我就感觉特别淡 这是真事 不是说对我老婆脸上贴金的吧 是真事 里边切了葱花已经放进去了 现在再准备倒点胡椒粉放进去 看见没有 这里边在烙饼 这里边是羊肉汤 这是我准备的葱花 我感觉这一碗 不是吃羊肉汤 是羊肉汤 我的天哪 太多羊肉了 好了 这回是真的准备好了 看一下吧 我的羊肉汤 看一下 是不是有很多肉 这碗羊肉汤 看一下是不是有很多肉 这碗在店里边买 你要花多少钱呢 虽然我没店里做的好吃 但是我感觉应该花不少钱 还有一个看一下 烙的饼 然后这个是一个沙拉生菜 番茄配这个黄瓜 好了 开吃 吃饭之前先吃蔬菜 你吸收的时候会吸收的好一点 防止你那个大油大肉的那个吸收 我儿子在旁边睡觉了 我老婆带着我女儿去买东西去了 所以这会儿不在家 有没有 就是做饭比较好的朋友 我那还有点小的羊排 教教我 告诉我怎么做 怎么做羊排好吃 不然那么好的东西不能浪费了 方法不对的话 有可能做的东西也就浪费了 好 来一口饼 来一口汤 来一口汤 你得紧 真得紧 想回锅了都想吃老家 我们老家羊肉汤 我们老家在河南 但是 我们老家郑阳县 有很多回民朋友 所以碑关县城要小 是个四四方方的一大十字鸡 就是城市最中间一个十字的交叉入口 然后分东关 西关 北关 南关 所以北关是回民朋友比较多 那羊肉比较多 羊肉馆做的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这儿也有几家比较好吃的羊肉馆 我前一段时间做视频说日本人不吃羊肉 我说的不吃羊肉 不是说百分之百全部不吃羊肉 我只是说我在这个地方范围之内不吃羊肉 因为日本人像北海道他们吃羊肉 还有猪蹄的话 冲绳那边吃猪蹄吃猪头肉 因为日本虽然说国家不大 但是它是个长条形 所以北海道特别冷 所以他们地方吃羊肉 冲绳的话离台湾特别近 所以他们的文化跟咱们中国大陆的文化 基本上很相近 包括他们喝酒的方式 咱们来过这种朋友都会知道 日本人喝酒的话 就比如接着来吃饭来喝酒 然后开始一人要一杯 你想喝多少 喝多少 你能喝多少 喝多少 大家不攀着 不比我们老家正阳的老家 不能说整个河南嘛 是我们正阳县 我喝酒的地方是大家一起喝 我喝多少 你要喝多少 大家喝的一样多 要喝的比较爽 有喝醉那种感觉 就是打官 一个人打一官那种 但日本人没有打官那说 不算强迫 没有就是说我喝多少 你要喝多少 没有那种规定 是你自己想喝多少 喝多少 你自己能喝多少 喝多少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融化差异吧 所以就是回到刚才说的 不能说是我说的不吃羊肉 我说的不吃猪蹄 不是说全部 我只是说相对来说 对那些朋友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然后朋友要说 既然不吃 为什么你能在超市买到猪蹄 买到猪蹄 是吧 买到这买到那 朋友们 真如你们所愿 那超市已经不卖了 我去买的时候 因为它超市刚开业 他就想的应该是有外国人比较多 所以他卖的有整只的鸭子 我买过三次 然后最近去买 都没有了 买过那个猪耳朵 我看过 就是最近的时候想去买 因为夏天好像凉半个猪耳朵 没有了 猪蹄好像还有 但是羊肉也没有了 所以就是大家说的 供需关系 可能说百分之百万人买 买的人太少了 还不够他们电费 所以他们不卖了 羊肉刚开始 我现在还要卖小羊排 小羊肉块 然后后来去买都没有了 只有羊肉片 所以现在我常去那超市 只卖的有脊椎骨 还有就是猪皮 像那个猪耳朵已经不卖了 就是跟大家说的一样 供需关系 他们供 但是没有人需 所以就是供需关系那种 他们就不卖了 我别的视频有讲过 这羊肉 不是我在店里买的 是我在网上买的 它这店是北海道的一个无产店 从北海道游过来的 冷冻的游记的游过来的 所以像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供需关系的问题 没人吃 他们不会进货 不会卖 想吃的话也花大价钱 不能说大价钱吧 肉可能便宜 但是油费特别贵 特别像这种肉食类 他们就是弄那种冷冻的那种游记 寄过来是冰块 就是全部肉食冻着 防止变质 它这个是强迫你 你只要买这种 不管同意不同意 你必须要用冷冻游记 不能就是平常运 因为它卖给你 它保证你的东西的质量 就算它卖给你好东西 中间时间太长了 出现变质现象 就算是你不怪它 你不会去骂了店家 但是店家会 就算你要求 不用冷冻机 要平常计就行 他们也不会同意的 因为他们要保证 东西的质量 为了让你吃的口感比较好的 所以他们就强调 一定要用冷冻游记过来 防止您的体验不太好 你体验好了 你觉得好吃 你可能再去买第二次 如果你觉得不好吃 你不可能再去买第二次 是不是 这个规定不能算七八 只能算他们的精神比较好 说好听的 就是他们比较为顾客着想 说不好听的话 就是他们太死板了 不管做什么事 都要遵守归相制度 这是日本人好的地方 也是不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的话 是他们守原则 不好的地方 他们太守原则 刚开始来的时候特别不习惯 干什么事都要弄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后来习惯了 觉得也挺不错 省心省事 比如说我要去办个驾照 只要按着他们的步骤 12345来 都没问题 但是你要想开个小车 你想走到后门 不可能完全没有 好了 跟大家续道了一大堆 慢慢吃我的羊肉汤 慢慢吃我的饼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比较那个会吃羊肉 会做羊肉的 下面留言 我的羊排怎么做 烤羊排还是煮羊排 还炖羊排 告诉我 教教我 好了 拜拜 corridor 帮助 六 二 五 六 六